大家好,我們是來自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的學生,我是陳彥如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我們競賽的題目,自動化點滴技術加熱器 我們的指導教授分別為蔡玉秀以及李文貴老師 那我們的專題題目著重點滴的自動化的加熱以及技術 加熱的原因是因為在一個狀症病患需要大量的疏液 不管它是因為大量出血也好還是嚴重的脫水 那那些疏液的溫度大概都是介於醫院的環境溫度24到25度 跟人體體溫的37度有一個相當大的落差 那那麼大的落差的疏液到人體體內的時候 那些重症病患就需要消耗自己體內非常多的熱量去吸收這些點滴的意義 那這勢必會造成重症病患一個相當大的負擔 因此我們就想到加點滴本身加熱來降低病患的負擔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些疏液大量的滴到人體體內的時候很容易產生疏液反應 疏液反應會造成人體的暈眩血壓降低不適感 嚴重甚至造成休克死亡 所以我們同時加熱這些點滴低液的話也可以降低疏液反應的發生 另外一個技術方面是因為點滴加熱完之後醫護人員便會離開 很多病患可能會認為這些低液流注過賣要滴很久才能滴完 他們就會擅自的調控流速 或者是當低液阻塞的時候 醫護人員並不在線才無法處理 因此我們隨時會監控點滴低液素的狀況 我們取五分鐘的平均值再將這個值跟五分鐘前的值做比較 大於10%或者低於10%我們就會傳送一個訊息給電腦端 然後警示醫護人員說這個點滴的低速已經產生問題 叫它來處理 那我們的特點就是將來會針對流速 然後以及溫度的方面做一個平衡 當流速較快的時候我們的溫度就會提升較高 使得它流出來的溫度還是 介於我們想要的34到36度之間 然後還要結合我們的藍牙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我們的無線監測 這個部分是屬於一個光澤斷器 它會不斷的監測點滴低下來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是一個加熱器的部分 我們只要將點滴套館 只要環繞在上面它就可以加熱 然後這個部分是我之前在醫院實習所做的測定 就是每一種的IV pump它的精準度 那其實它的精準度都跟我們用人去操縱的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只針對於它流速異常的部分做監控不做主動的調控 我們早就才能分析一下 然後我們在匯迷電中 我們現在是一個求助過的 MariaPardole 然後我們在匯迷電中 我們是在匯迷電中 我們是因為30度